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对政府的批评 很多人自诩为爱国 因为他们觉得对一个国家真正的爱护 是应该勇于地站出来批评这个国家的不足 使得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更加的美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波呢 是从清末开始 他的主题只有一个 就是反对地质要求共和 关于制度之增 在清末其实就已经有了定论 那么地质也好 王权也好 独裁也好 他在全民中是有一个共识的 就是这套东西 他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国家 应该要并起他 走向 那 与大多数先进国家一样的道路 实行共和 当年呢 还有一个选项 叫做君主立宪 因为我们知道 革命党人 坚决地要求共和 所以清朝灭亡以后 随之而来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都是两个挂着共和国旗号的 这么一个国家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两个国家 它基本上 都是长期的处于 党国状态 我们现在看到呢 有很多抗争者 他们在网上 在社会上 在各大论坛里 在电视节目中 不停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宣宣扰扰的 围绕的一个主题 就是要民主 真自由 要让中国社会 走向现代化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抗争呢 其实是很无序的 因为每一种人 他发出自己的声音 都代表着 一部分人的利益 甚至仅仅代表着 自己的利益 那么说小一点 代表着自己的利益的人呢 他是靠这个东西求美 靠这个东西活着 把民主做成产业的 不是一个两个 也有一些 确实是为了心中的制念 这种人很少 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 叫英雄 只能仰慕 不能模仿 因为他们为了 中国的民主 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付出了自由 付出了生命 当然了 这种人也是有文的 有武的 参加的各种党派 实行武装斗争的 有 更多的人 是通过语言 通过文章 通过视频 来做这个抗争 那么也有一些人呢 他们仅仅是 在微信群 QQ群 甚至在一些 其他的社交网站上 说一些谋令两可的话 做一些民主启蒙的工作 性质上呢 他跟这个陈天华周荣 做的工作差不多 但是这个出发点 不是很一致 有些人 仅仅是为了钱 有些人 确实有理想 这些代表都很多 而且个性也很鲜明 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们跟所有的 普通人一样 有的自己的高潮和低潮 也有一些 最后蜕变成 维稳的力量 我们时常看到一些人 上街 有为自己的权力 大声几乎的 譬如说像 一珠宝这一类的 他们的钱被骗 他们非常希望能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他们要在罗斯可尼做到 要用中共已经颁布的法律 来进行维权 他们的本意并不想推翻这个国家 如果这个政权消亡 谁来赔他钱呢 那么也有一些人 他们非常希望 中国能够一步到位 加入 人权公约 加入全世界已经颁布的一些 保护 人民权益的 这些国际公约 其实这一类的要求呢 他就是与虎谋皮了 你在苏斋里 能够聊的话题 是拿不上桌面 因为这种声音 他不会得到执政者的同意 你拉个大旗 举个标语 只能表示一下你心中的愤慨 你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像要求公开官员财产 这一类的 几乎都是幻想 因为中国 它历来是一个 皇帝与士大夫 共同发财的 这么一个国家 王与马 共天下 如果说执政者 不能给这些既得利益的获得者 进行保护 给他们继续能够挣钱 没有这种保障 他就失去了政权的基础 你让他公开财产 跟让他自杀差不多 这种要求 这种要求是不可能得到 政府的有效的回应 那么整个国家 他有很多抗争 有个人的群体 我们现在的 见到的这种状况 它其实已经维持了一百年了 从民国造立 一直到现在 不愿意承认 政府的由 批评政府的由 想改良这个政府的更多 真正能够改变这个政权 还是中国历史上通行的模式 暴力夺取天下 舒展自己的报复 因为中国历史上 任何一个朝代 他在新历之初 都是推行了新政 推翻了前朝权贵的利益 重新划分 重新树立起 新的权贵 新的利益集团 为了尽快的稳定全国 他们推行的 任何一种政策 都是汇集世人们 所以 稳定 是任何一个新朝 能够快速平定天下的方式 那么国家一旦稳定之后 皇帝也好 大臣们也好 就开始忙着挣钱了 双方互相会攀比 会有互动 会有讨价还价 最后倒霉的 都是老百姓 因为 因为攫取 民脂民膏的方式 不一样 或者说 新出现的一些权贵 一些政治新兴 他们为了挤占 已经被老的权贵 垄断了这些部门 这些行业 它就会出现一些 窝里斗 互相拆台 使用一些非正常的措施 那么激起了民怨 影响到政权 对全国性的统治 中国每一个朝代 都是这样过来的 中国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一个民主的政府 短期内 我们也不太容易看得到 但是抗争 始终存在 甚至我们经常看到一个 叫做白莲教的 这么一个东西 它的历史很长远 比秦鸿帮 割老会远多了 至少有上千年 它在中国历史上 跨越了几个草带 它的职业就是造反 但是它面对世人的时候 它刚刚出现的面目 始终是救命于水火 受灾了 它安抚一下灾民 有大意了 它分发一些药物 它让你信 是因为它非常诚恳地对待你 它树立了一套 自己的模式 先付出 绝取了明星以后 它才开始在政权薄弱的地方 实行造反 它最终的目的 也是想获得 也是想获得政权 然后 输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它不能获得全国性的政权 不能获得政治上的利益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鼓励信众去奉钱 他们先期获得经济上的回报 借以壮大他们的团伙 历史上它换了很多个名字 但是它一直存在 它是反王权 因为他们没有获得过王权 所以他们一直在反对 它反对任何一个政权 是因为它自己没有获得权 那么 我们现在非常钦佩的一些 政治意义人物 大多数不是这样 他们真心实意的 是希望这个国家 能够强盛 能够越来越好 能够向全世界 其他国家一样 走向民主 富强的道路 但是呢 非常遗憾 大多数声音比较大的 背后都有一些 中国人不太容易接受的问题 一来 在信仰民主 推行民主的过程中 这些先驱 基本上 都信了教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它现在存在的主要是 三种文明之间的冲突 中国的主要是 中国的主体是无神人 或者是多神崇拜 那么另外两个呢 一个是基督教 一个是伊斯兰 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的 我们有自己的原始宗教 跳大神的也好 占卜的也好 萨满也好 你不管怎么说 石道如三家 在中国历史上 它是有自己根深蒂固的 这么一个地位的 你现在要推行 基督化 要让全民感受 基督的荣光 这是很难引起 共鸣的 我们看到 中国比较出名的 天主教徒 很多 基督教徒也很多 是吧 徐光启 李宜早 那是最早的一批 比较出名的 天主教徒 他们信仰天主教 他们的本意 是为了学习西方的文化 去翻译西方的住所 那么近代呢 我们看到了 蒋介石 张学良 冯玉祥 都是中国比较著名的 基督教徒 他们是不是真的 相信基督教 或者皈依了基督教 他们是神的 可能吗 他们都是中国人 他们无非是 披上这么一件外衣 那么 现在 社会中 尤其是 我们现实生活中 遇到的很多 对中共的意义者 他们也宣称 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看没看过圣经 我不知道 但是他们宣扬的这种教育 在中国 是很难 占左右的 因为我们反的是王权 反的是地质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人员平等的新中国 是一个真正的共和 是从清末以来 开创的这个宪政之路 他并不是要在中国 实行基督化 那么你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会的需求 去进行这些宣传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效果 很难说 在受到过一定教育的人群中间 因为所谓的政治正确 可能不太有人 敢提出自己的意义 但是在中国的老百姓中间 你跟他宣传基督的荣光 他不会跟你产生共鸣 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 这是根植于人们脑中的 这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 要把真正的这个意义 表述清楚 获得全民的支持 就尽可能要做到政教分离 不要动不动就宣称 全盘西化 信基督 才能提升中国的民族素质 去除国民 这种如性 或者叫国民性 把中国人说的一前不止 让中国人接受一个新的文化 一个新的观念 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愿望往往是美好的 但是在实现大的过程中间 我们仅仅看到了有限的几倍 人格确实伟大 形象也很光辉 但是更多的是细子 对于人们的感恩 与他们的感恩 人格依然是在与人的感恩 这个人的感恩 就是在与人的感恩